卓妍未来掌握新机会 大家好,我是婉伦,欢迎收看客新闻 每日一刻来帮头脑进步 12号台股开高走高 股王CDKY盘中写下新高价 最高来到5300元 反而预期CDKY下半年业绩逐步攀升 而太阳能族群最近因为美国政策转弯 转单效应恐怕落空 股价进来表现疲弱 可以留意的是台股11号爆量中长黑 上市贵总计成交值突破5000亿元 不过仍有南电的13档上市贵股票 逆势创天价 另外也有威盛等8档上市贵股 创史上新天亮 13档上市贵股价逆势创高 包括袁真、启鸿、怡鑫、宜新、实业等8档上市股 以及华锦店、金鸿、创围等5档上柜股 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紧接着带您来关心8档成交量 写历史、天亮的个股 3档上市股 威盛、伟权店及威健 5档上柜股 包括卫塑、智威、建达、富旺以及华锦店 其中威盛达23.66万张 伟权店、威健及卫塑等等 都写下10万张的以上大量 不过乡民间流传这样两句话 大涨三天相互不倾自来 下礼拜如果个股再爆量的话 就要玩手速咯 如果要注意的话 务必小心哦 我是婉伦 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客新闻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